V战机陆续在2026年要全数交机 但是后续的最大问题是 飞观现在很缺呢 一个月的月行25万 但是谁能去呢 25万平日包吃包住 飞20年有退休凤 为何空军飞观会缺人 压力很大吧 就是在那边飞 而且比较危险啊 部队吧 就是比较封闭式 打仗或者是训练的时候 都会常常被叫回去 对 可能会有比较多的限制 就没兴趣 就每一个人的 兴趣不一样 有吸引力吗 对啊 一个月25万 有吧 就 感觉薪水比较多啦 想当飞观不是没门槛 就有网友感叹 光近视就刷掉一堆人 想当飞观真的是天选之人 先是官校读三年 接着中正玉校四年 仅是熟悉基础学科 淘汰率就有三到五成 实际上上了飞机 能不能适应飞行的高压力 和灵活应变 一切见真章 飞行训练 之前还有一些求生训练 航空生理训练 离心机训练 还有包括错觉局训练 等等非常多的训练 然后再来地面学科 地面学科完毕之后 还有一些其他的 才开始从事正式的基本飞行 要培养十个医生的资源 才能够培养一个飞行员 执勤的压力 战备的负荷都非常的高 培育飞观至少十年养成 成本昂贵 而怎样招募这些精英中的精英 成为保卫台海安全硬实力 也成为当下艰困难题 三选里温月侯强 台北什么的 随便 随便 看